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每周一杂又来一聊 等你杂花评的小伙伴 G666是阿姨哥 也记得给豆豆杰点个赞 这两个巨人 大滚球就把他给解决掉了 哈哈哈 名字叫做 逞真儿欧小飞侠 用户五星 78659 曾经来过 豆杰的双枪松果 KIR BY2011等这小伙伴都在推荐 那名字叫做 爱玩王者的强炫牛蒙 本田人美的草莓屋 刁牙交付者 DO630 等这小伙伴的视想要看 飞品账王做客杂花评 而且还要带滚石地砖和火焰地砖 注意 请注意 这发展惹英雄就没了 下一个飞银元杂着 不管咋地啊 这个罐子也杂开 我去这硬起来了 真是挡都挡不住 竟然杂开个电查 这要是杂出其他举入 肯定会被啃了 这不然还会被吃脑子呢 哇这电查太给力了 你看这一球电死了多少个杂湿啊 总伴们 必须给电查点个赞 刷播666 除去5个巨人的花瓶 今天咱一共有40个植物 来对抗飞银杂王和他的小弟们啊 打了这么久 竟忙活打小僵尸了 杂王才掉了一丢丢的血啊 这要是照这个情形下去 咱还有胜利的希望吗 各位观众老爷们 觉得咱能守护住花园的 请抠植物666 觉得会被吃脑子的 请抠一波凉凉 这个巨人可千万不能让他再往前走了 这要是走到前面 启动滚石地砖 那咱这一行的植物全摆中了 关键时刻还得靠大招啊 不然的话 失落发一热又把我这个大野兽牛桃给我扒走了 这个鬼神地砖和火焰地砖啊 可都是六亲无认的双刃剑 只要谁敢踩他一脚 那把肉送他上天 任何火焰地砖上有个巨人的花团 咱就拿他当个小白鼠 他竟然倒下这天把小鬼杖子热开了 正好触发鬼神 我的野兽牛桃 我觉得我要量了 江王才将一折血 可是咱们毫无对象可言 不行 我不能就此放弃 我要和他战斗到底 就算失败 也要摆出豪迈的姿态 不就是个开飞船的吗 不管你有什么装备 都要给你粉碎 再说 咱还有这么多主要没砸呢 谁输谁也要还不一定呢 是 近战的咱就往前中 这样的话可以打着江王 同时呢 还可以把他这些小弟啊 被扼杀在三米之内 特别是中物 不能再让他启动这个滚石地软了 不然的话 我们的主物全都摆中了 这个失落之城里啊 也有很多有特殊技能的僵尸 比如说羊伞姐姐 他的羊伞可以抵挡大部分头之类的炮弹 失落发觉者 他的小金锹呢 就能够阻挡竹下攻击 没有穿透伤害的炮弹啊 还有那个失落考古学家 他的水晶骷髅头发射的激光 可以秒杀主物 一记列人和飞行员呢 可以直达花园的中央 那么多有特殊技能的僵尸 他好像被冰龙草给弄在这儿的 行动比较缓慢啊 不过呢 就算没有冰龙草 这个飞艇叫王 他也是最磨叽的那一个 每一次倒下之前啊 他都要振扎好一会儿呢 不知道有没有小瓣盒 都有点同感的 好了 那这一期的杂话评啊 咱就玩到这里 下一期 你们想砸哪个叫王 欢迎在视频下方 给豆姐留言 我们下期见喽